3年5月10號中午 建案調避從31層樓的高度墜落 砸中台中捷運軌道 才剛出站的捷運列車一面撞上 造成一死13傷 台中地檢署歷史478天調查後 宣布針戒起訴 不當操作造成塔式起重機制身被下墜 拉斷拆除機制鋼索 隨即掉落捷運軌道 導致混件事故發生 檢方指出事發前 建案塔調拆除作業 擔任工程指揮手的許姓工人 以及負責機械操作的履姓工人 兩人當時發現 吊車臨時插銷與旋轉盤卡住 那依照機具守則操作 最後導致意外發生 案發後率先出現進度的 就是賠償的仲裁結果 至於檢方最後起訴兩名工人 其餘人等罪嫌不足 不起訴處分或簽結 要有相關的懲罰性的賠償 要不然否則如果 建商都是這種老大心態 那除了是下面的負責 台中市政府跟中結公司 也應該要負起相關的行政責任 檢察官同時也指出 相關單位有必要建立作業指引 加上大眾捷運系統兩側 禁見限見辦法 此外案件也撼動中結高層 為我們中結團隊 勾鼓掌拍拍手 我們倒楣不能說我們都 我們遭遇到了我們要面對 但李董作與總經理 因為失言先後下台 案件歷經漫長偵查中結進入審理 賠償與可能的判決處分 都無法抹滅 建案公安意外帶來的災難悲劇 三連熟詹評張軍動態中採訪不到